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主題是Data Flow 我想先做個視調好了 知道Google有Cloud的舉手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Google有Cloud 知道Google的Cloud有一個叫做Data Flow的舉手一下 應該不多 有用過的呢 有用過Hadoop嗎 Hadoop的舉手一下 應該蠻多人用Hadoop的 Hadoop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用來處理這個大資料的東西 我今天就是介紹一個 可以把它當作Google Management Hadoop或是Spark這樣的Service 它其實有更多Powerable的地方 跟大家介紹一下 投影片的左上角 這是投影片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也可以在這邊下載 我今天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Simon Su 我來自於QNAP 我現在在QNAP工作 我也是所謂的GCU PDG.TW 身上這隻狗的社團的創辦人 這是什麼東西呢 這是Google Cloud Platform 就是GCP 那UG是User Group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一下 那我這邊有一些我的provider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review一下 那我有一個partner 在後面 Sony OK 明天我們會有一個小的workshop 跟大家介紹一下Google Cloud上面 有一個叫做App Engine的東西 那我跟Sony會一起來開上課 那歡迎大家來聽 這樣子 OK 那我們在外面其實會有一個名號 叫做蘇蘇福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姓蘇 他姓福 好我們兩個叫做蘇蘇福福 人 好我們在QNAP的工作 那我們想要在QNAP建立一個風氣 就是把社團帶進公司 然後把公司的文化做一個改變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東西可以 在公司裡面引起一個比較大的迴響 這樣子 那我們也來找人歡迎到QNAP來 OK 那簡單簡介在GCU PDG 它叫GCP User Group 所以比較長一點 那GCU PDG原則上它是一個global的組織 所以在各個地方都有 那我們有Facebook 我們有Google Plus 那我們的宗旨就是在分享一些 Google上面的一些應用 Cloud上面的一些應用 那就歡迎大家如果有相關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有需要 這上面相關的知識也可以跟大家一起 來這邊跟大家一起 做分享的動作 這樣子 OK 那在介紹Data Flow之前呢 剛剛其實有跟大家稍微討論一下說 有用過Hadoop 那大概就知道說 在Hadoop的應用範圍之內 很多都是用來處理很零散的資料 你有一堆資料 但是你要怎麼樣去做整理完之後 然後塞到一個 比較能夠運作的Database的環境 或者是你的Data Warehouse之類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就是Hadoop能夠用的東西 那在Google Cloud上面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上Cloud 那Cloud上面有什麼樣的工具 可以做到這些應用呢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Google 除了Data Flow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工具 那第一個就是Google 它有一個叫Bitquery的工具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 那個Hadoop它中間有一個比較核心的技術 叫做MapReduce 那MapReduce這個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那Bitquery它其實就是一個 把MapReduce以為極致 它已經讓你可以直接用 希括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分享大資料 它把所有的資料用 Column Base的方式儲存 所以當你在select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用希括 然後去選擇 這個Data Table裡面的一些資料欄位 然後直接做一些 匯的條件或者是join的條件 那它可以在數秒鐘之內 直接回應你幾TB幾PB 這樣資料的查詢的動作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速度 跟資料庫不能比 所以如果我們要做一個 大資料的分析的話 Bitquery是非常適合的工具 那如果你要在速度再更快 那你就可以考慮其他的服務 像Bit Table之類的東西 然後另外有一個叫做PubSub 我們知道就是在雲端上面 你要開始處理這個資料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要收集資料 那PubSub有點像是 你收集資料的一個匯流牌 我們可以透過PubSub的概念 它就是你可以把它當作 是一個雲端的Cue OK 資料可以一直用 就是Pub的方式 把它往Cue上面丟 那當Cue有累積很多資料的時候 那你再用Subscribe的方式 把這個資料抓下來處理 那Data Flow其實就是 可以做Subscribe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它可以讓你 只要定義你的處理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處理方式之下 自動化的去把這個 PubSub上面Cue的東西 抓下來做處理 然後最後放到我們要儲存的位置 比如說是Cloud Storage 或者是Bitquery裡面 OK 那今天要介紹的主角其實就是Data Flow 那Data Flow其實就是把這樣的一個方式 做一個更簡單化的處理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現在用Hadoop的人 可能會經歷一個很辛苦的動作就是 我要怎麼去建這個Hadoop Cluster 我要建多少台 那我要用多大的機器 多大的磁碟才夠用 那在雲端上面 其實Google幫你考量了這些 你就不用再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Data Flow就是一個 幫你把這些事情做完的工具 那另外有一個新的服務 叫做Data Proc 那Data Proc 它其實概念上它就是一個 Management Hadoop 或是Spark的Service 你可以直接把相容於 Hadoop跟Spark的程式 直接往上放 那其實Data Proc 跟Data Flow 其實蠻相像的一個工具 那只是一個是 有豐富的Google的色彩 那另外一個是它為了支援 Open Source這樣的一個 協定跟工具 來使用的 建制一個方案 OK 那上述的這些東西 其實他們Google 在技術上面強調就是 這些東西都是我 希望我Fore Management 那使用者就不用去思考說 OK如果我要 資料量突然間變成10倍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Management 我的Server Space 是Management 我的Data Base 那個空間的大小 或是承載量之類的 那Google以這樣的概念 帶到雲端上面 讓我們可以使用 OK 那什麼是Data Flow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所提供的一些概念 第一個是它其實是用Pipe的方式 所以它在這個Pipe上面 它去定義的說 你資料怎麼進來 那在我這邊 你的程式只要定義說 這個資料流怎麼處理 那處理完之後 最後就是一個Output 我怎麼樣把資料寫到 我該要放的地方 OK那因為在Cloud上面有很多的Distention 可以選擇 譬如說Cloud Storage 它是放File的地方 如果你的資料只是為了要做一個備存 或是未來可以使用 那不會現在做查詢 Cloud Storage 可以放 那 PubSub 是一個資料串流的地方 如果你放上去之後 你可能馬上就會繼續接下來使用 那另外有一些像 BigTable 你可能如果是商業運用 你要做高速的IO計算的話 然後可以放到這個地方 那Dataflow 就是讓你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把Input 然後Process Output 定義在 Cloud上面 讓你可以使用 OK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ETR工具 讓你可以做資料的轉換 那這些動作呢 其實它就是Walking在 Google 的一個Info上面 叫做Compute Engine OK 所以你在做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Compute Engine上面都會有一個 機器跑出來 那等一下我們會做個小小的Demo 讓大家看一下說 Dataflow 拋起來的狀況 那還蠻特別的 OK 那除了做ETR之外呢 它也適合做一些分析的輔助 然後Real-Time Computing 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它是整合 Google 上面 所有的應該說大部分的 Input Output 的工具 包含像 Cloud Storage 剛提到的 然後 Cloud PubSub 跟 BigQuery 這些東西 那另外它這一套 是以 Open Source 的形式 Release 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在 GitHub 上面 看到這個Dataflow Open Source 那它是一個 Java 的 SDK 那目前也有 Python 的版本 如果有 Python 的 developer 的話 現在已經有 Python 版本可以使用 OK 那 OK 我先快速的把 Demo 的內容 先帶一遍 然後我等一下再來操作 我們等一下要看的一個 Demo 或者是一個 Wacom 的一個 Sample 那這個是 Google 在官方提供出來的 就是 簡單的就是它把一個字典檔 可能只有幾 Mail 而已 那它做的事情很 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它把每一個字做 Counting 所以你要做每個字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 Count 的時候 這個某一個單字 有多少出現多少次 那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然後它做這樣的動作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如果我們在一般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動作其實 要花蠻多的時間去規劃這個細節 那如果這個字典檔已經大到 可能幾百 May 或者是幾 G 的時候 那你會想這個動作其實會很複雜 因為其實在處理資料的情況下 如果一般 Programmer 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用很簡單的邏輯去看 所以如果說我可能就是寫 讀一行開始 把每一個單字記起來 然後到 DB 去 select 如果有的話 我就再 insert 一筆 加一 抗的就加一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再 insert 一筆 資料 OK 這樣一個動作 針對一個 E-mail 檔案 沒有比 OK 但是如果針對 一萬個 E-mail 檔案 或者是一個 一萬 May 的檔案 那這樣的一個處理過程 就會非常的麻煩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用到雲端的工具 來處理類似這樣的資料 而且這資料可能是 不斷的進來 你的資料是一直在長大的 OK 所以在這概念裡面 它用了一個 pipe 的方式 來處理這樣的動作 第一個就是 我怎麼樣把這個資料 接進來 那接進來之後 你要定義的是資料源 OK 資料源在 Dataflow 上面 它可以支援 好幾種資料的一個 input 的方式 包含有像 JSON 的 file text file 那它也支援像 BigQuery 來的資料 然後剛剛提到 PubSub 的資料 那它有支援像 Apache 的什麼 AVRO AVRO 這樣格式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源進來之後 在 Dataflow 裡面就會形成一個叫做 Collation 的一個 data type 它叫 P-Collation 那透過這個 Collation 你就可以開始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中間會經過一些 Transform 的一個狀態 那有點像這種 Perial Do 你可以做平行的處理 或者做循序的處理 然後做一些加種 Transform 的動作 那這些東西 統稱就是一個 Transform 轉換它形態的一個動作 那等到最後你覺得 這個資料處理的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就是 開始把它Write 回它的一個 Storage 的地方 那 Storage 你可以選擇說 如果這個資料你是要備存的 那你就存到 Cloud Storage 那如果你希望這資料最後提供給前端的 UI 做一些即時的 Slate 你就存到 Database 裡面去 那如果你要存到比較 maybe Big Data 的一個 Store 的話 你可以選擇 BigQuery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幾個 我們在網路上發現人家的一個使用案例 那跟大家分享他們是怎麼做的 那在這個範例裡面 原則上它有一個相關 API 會放在這個地方 那你需要準備的是 第一個你要有 Google 的 Project 因為這是 Google 的一個 Service 那有這個 Project 之後呢 你要 Install Google 的 Cloud SDK 然後做 Login 的動作 所以等一下我 Demo 的這個環境 已經 Prepare 了這些東西 然後如果 這邊的 API 是說 如果你的 Project 跟 SDK 都準備好之後 你要去開這一些 API 的權限 因為整個 Data Flow 的過程 會有 Data Flow API 然後會有一些 Compute Engine 的操作 跟 Cloud Storage 的操作 那等等的這些東西 透過這個 Link 就可以完成 那不然的話你就是要去 它的 Console 一個一個把它打開 OK 那 Sample 在 GitHub 上面就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Google Cloud Platform 上面其實有蠻多 蠻特別的一個 Sample 那以 Data Flow 來講 是 Data Flow Java SDK 這個 那它裡面有一個 Sample Example 的一個資料夾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的一些範例 然後只要 Download 下來之後 我們切換它的資料夾 就會看到 Example 那我們就可以去 Run 這行程式 OK 那這個是用 Marvin 包起來的程式 它原則上帶有幾個資訊 第一個就是你要跟它講 Project 因為你所有東西 based on Google 的 Project 所以你在它 Project 底下 你就可以去執行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是它的資料 我這邊定義的是 資料會存放到我的 Cloud Storage 所以我這邊算完之後 會把東西放到 Cloud Storage 裡面 會有一些的 Output 那每個 Output 裡面就會有 每個單字的 Count 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我的 Story 指定是 QNAP Temp OK 然後最後的 Output 會是 Output 3 Text 類似這樣的一個 Prefix 那我就可以等一下找一下這個檔案 在不在這樣子 OK 那類似這樣執行完之後 我們可以簡單的 Check 一下我們的 Console 其實它一開始會做一個 Upload 我的 Library 的狀況 因為大家知道說 Hadoop 其實是 Java 的程式 那 Dataflow 也是 那它需要把一些相關 Alibrary 先做 Package 然後 Upload 到 Cloud Storage 上面去 然後開始做後續的運算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時候看 Cloud Storage 的話 會看到很多的 Job 檔 在當下會被 Upload 上去 那 Upload 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Job 會 Create 出來 那這邊就開始做處理的動作 那這個處理的動作呢 在 Google 上面它已經可以展開成一些流程圖 那如果你有做 Parallel Do 的話 它可能就會有好幾個 Parallel 的一個形式 那就看你的資料量有多大 那這邊比較完美的就是說 你從頭到尾就不用擔心說 你現在要需要幾台機器 然後才能夠處理完這個 Job 我曾經看過一個 Google 人 詳細的一個狀態 所以你可以點每個 Task 它右邊就會顯示它的相對的 Log 跟處理的一個狀態 OK 那這是點裡面的一個 Task 所顯示的東西 OK 然後它也有相對的 Log 所以每個處理 Log 這邊都可以顯示出來 那如果你在當下去看那個 Compute Engine 的 List 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它有長三台機器出來 然後再做這些處理的動作 那每台機器其實它是 Google Management 的 所以你現在已經沒辦法登進去 OK 那最後你 Check Result 的時候 就是像類似這個樣子 你去 Cat Crowd Storage 裡面 有一個 Output 3 Prefix 的 那裡面就會有 它會不會切割好幾個檔案 那每個檔案裡面就是 你每個資料的 Account 那我們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這個東西是要回饋到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你就可以再把它倒到資料庫去 那你就可以直接來做 Join Slate 之類的動作 OK 那如果 Java 的使用者 當然沒有 ID 可能不行 所以我們 Data Flow 它有支援所謂的 Eclipse 的 Plug-in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直接起 Eclipse 的 Sample 那你就是按右鍵然後選 Sample 它就幫你 Generate 一個範例這樣子 OK 那我這邊就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Sample 好我這邊看一下 Output 因為 Library 我已經 Upload 上去了 這個花比較多時間 所以我之前 Upload 上去就沒有把它砍掉 那 Output 這個 Prefix 下面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如果你看這個 C 套架裡面會有很多的 Jard 那這些都是我剛剛在執行測試的時候 所上載上去的一些 Library 那接下來我這邊可以先看一下說 我把它放大一點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是 Google 的 Cloud SDK 的指令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上面其實目前所有的 Job 都是完成的動作 那我沒有辦法清掉 那我沒有辦法清掉 所以這邊可以去去顯示我完成的 Job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 Script Run 那這個 Run 裡面其實就是 把環境 source 出來之後 然後我透過剛剛看到的那一行指令 就是我在我的 Project 下面執行這個 Bear Pro Job 那這邊的程式碼 我等一下會讓大家看一下 那我現在先執行 OK 那這邊就會開始做一些 Library 上傳的動作 那上傳完之後 它會開始做運算等等的 那我們這邊可以在這個地方打 OK 我們看到說 我這邊如果 Show Job List 的的話 現在還是沒有處理的動作 因為它現在還在 Prepare Upload 47 個答案 它會再 upload一次 所以我們還要等它 那我先講下面好了 那我先講下面好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去看的話 它其實就會慢慢的把 Cloud Storage 的 Jar 檔 做 Upload 動作 因為它現在到 46 個 它因為要砍掉 然後再 upload OK 所以一直在重複 那我們來看一下 Console 我們來看一下 Console 這個時候 Job 已經放上來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Job 裡面的狀態 然後開始在執行第一部分的動作 OK 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每一個流程 詳細的一個狀況 OK 目前已經執行到第二步了 那第二步裡面有幾個直步驟 那它你看到第一步已經正在 running 好不要再 call 我了 好 它就開始在 running 然後會有第二步的動作 那 data running part running 開始在跑了 OK 那等到這些流程執行完之後 你在你的 Cloud Storage 裡面 temp 這個資料夾 好 它已經產生好這些 text file 所以我們剛在短段執行的過程當中 它就開始把 library upload 因為你可能有改過程式 然後 library upload 完之後 它開始做運算 那運算完之後 把檔案按照你要的方式 把它 output 出來 那這就執行完整個 所謂的 big data 處理動作 那因為我們現在針對那個 data 是一個很小的 set 那如果它資料量很大的話 那 Google 這邊做的事情就是 幫你把運算的資源加大 所以你就會看到有更多更多的機器 在服務你這個流程 那流程執行完之後就可以結束了 那我等一下會介紹 有更多類似這樣子的 case 就是看似很簡單的處理動作 但是當資料搭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很多的麻煩的問題 那透過 data flow 就可以很快的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原則上剛剛 demo 那個過程 就是整個 data flow run 起來到結束的一個流程 那因為我用的是比較簡單的程式碼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程式碼的部分 我先帶大家看一下程式碼 比較有感覺 OK 這個是它的 main function 原則上就是透過 initial 我的 work count 的一些 parameter 包含我的 project 我的 output 的一個位置 然後檔案的 prefix 等等的 那我就透過類似 reline 檔案讀進來之後呢 我開始做 work count 那 work count 我們後面會有介紹它怎麼切割這個東西 然後做 format 然後最後把這個檔案直接寫到我的 cloud storage 它是用 write 的方式寫 text IO 的 write 的方式去寫 那 work count 裡面就是開始做 cloud storage 我去讀一個 這個是 Google 所準備的測試翻例檔 那這個翻例檔裡面就是一個很大的文章 那這文章就讓我們可以做這個切割的動作 那這邊會有一個 key value output the factory 那我們透過這個東西來處理我們的 data 然後這邊是做 count 的動作 那我們就是把每一個 data 自讀進來之後 然後一次加一次加一 做 counting 很簡單的動作 然後這邊是做 format 就是我最後我要寫出去的時候呢 我要把這個檔案用 key 冒號 value 這樣方式寫出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看到 應該不是等一下 我們現在可以看 在這個地方每一個文字檔 它其實就是一個 key 冒號 value key 冒號 value 這樣子 那每一個文字檔就會有 哪一個字出現的幾次 類似這樣的東西 OK 那這個就是 format 在處理的動作 那你可以依照你所需要的去做另外的處理 OK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看到的 OK 那上述的這些動作呢 其實它是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流程來定義 那裡面包含我們剛剛講的 pipeline 就是 Google 把這個 pipeline 用一個虛擬化方式呈現 那 pipeline 裡面就定義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input 所以你會有 input 的 IO 的一些套件可以用 那再來就是做 formating 那 formating 裡面有包含剛剛講的 parallel do 然後做一些 formate 的動作 那最後會有一個 output 那 output 其實跟 input 的 IO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我可以從哪邊抓就可以向哪邊去 OK 那這個是一個流程處理的方式 所以就是 input transformate 然後到 write 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看似很簡單 在整個大型的架構上面 我們就可以用 比較大平行化的方式來做處理的動作 OK 那 Google 支援哪些 IO 的類型呢 包含 text IO 剛剛看到的就是我直接讀一個簡單的文字檔 然後也有支援 BigQuery 的 IO 我可以直接從 Google 的服務 BigQuery 裡面 把一個很大的資料檔 select 出來 然後做 IO 的動作 那它也支援 AVRO 的 IO 這是 Apache 的一個 open source 的一個 format 那另外它也支援 Google 的 PubSub IO 所以它可以直接從剛剛提到的那個 queue Google Management 的 queue 裡面 去抓這樣的資料 那它也支援 Cosmos Sources Skin API 類似這樣一些東西 OK 那以 text IO 呢 它這是一個很簡單的範例 就是你可以直接透過 text IO 去 read 的一個 file 那可以 from 比如說 cloud storage 的位置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做 write 的動作 我直接 write 到某一個 cloud storage 的什麼位置 OK 那這個是 text IO 所能夠做的一個部分 一個流程的處理 那 BigQuery IO 呢 也是一樣 它可以從 BigQuery 裡面 透過一個 select 的方式 把 BigQuery 裡面的資料 select 出來 那裡面的資料可能會很大 那你就可以透過 p collection 的方式 去做後續的一個處理跟整理 然後最後你也可以透過 BigQuery 方式 把它寫回 我 BigQuery 的 table 裡面 做後續需要處理的動作 OK 那這是 AVR IO 的一個使用方式 那目前我們是把它放在 cloud storage 裡面 透過它的一些方式來做 讀取跟協入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 Publisub IO 的處理方式 那 Publisub 其實就是 Pyping Line 上面的一個 queue 的一個呈現 那我們可以透過建立一些 topic 那這個 topic 就可以讓很多 subscriber 來做讀取跟計算的一個動作 那最後呢 我就可以讓 subscriber抓出去 然後去做後續的寫入的動作 OK 那這是 Publisub IO 的 code 我可以直接讀取某個 topic 然後寫入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來寫到 topic 那它就可以做更多串流的處理 OK 那這是一個 Peacolation 的概念 然後 Trans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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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支援像 Paral Do 就是它可以平行化的處理 那平行化處理完之後 它可以做 Group by Key 的這樣的動作 那這 Group by Key 跟 Hadoop 的這個 Reduce 的概念很像 它就是把資料再做 aggregate 的動作 然後 Combine 再 Frighten 起來 OK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比較 說 在 Google 的 Data Flow 裡面 跟 Hadoop 的使用方式 其實有大致上是相同的 只是 插態說你在 Cloud 上面 你可以大致上使用 Google 所提供的 management 的 service 那你不用自己去建這些 Hadoop 的東西 那在某個層面上 你可以讓你的程式會更簡單一點 你不用去 management 到架構 然後 capacity 這些問題 OK 好 那我接下來帶大家看幾個範例 第一個 這是 NYC 所提供的 taxi 的 location 處理的問題 大家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有一個很大的資料量 就是都是 taxi 上車 然後在什麼位置上車 什麼時間 然後在什麼地方下車 什麼時間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資料量 你需要把這個東西把它畫到地圖上 那你需要做哪些處理的動作 你可能需要先知道上車的地點 時間 location 之後 那你要做一個地區的範圍的一個鎖定 就是說這個是哪個地區的位置 那有哪一些 哪一些點 哪一些乘車資訊在這個地區上車的 那接下來你要看下車的資訊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料 其實如果你要 greed 成這樣的一個圖的話 要做很多處理的動作 那如果你透過剛剛 data flow 這樣的概念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 slip每一筆資料起來 然後按照每一個地區的 block 去做資料的選擇 然後 filter 完之後 把這個資料 存到資料庫 那你就可以很簡單 很簡單的計算出這個動作 那 NYC text location 就是一個這樣的案例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網站 OK 那它就用簡單的資料處理的方式 把這個網站弄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呈現到說 我每一個乘車的資訊的 average 等等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 在短時間內 其實你如果要直接透過你的程式來做 其實會有蠻多蠻多的事情要弄的 OK 那這個是 NYC 的範例 然後另外有一個 Leveraging Google Cloud Platform 來做到一個 Cryxtreme Process的範例 那這個是它的程式架構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它是一個 Zoolery OK 這一家公司所弄的 OK 那 它所要呈現的就是說 如果你在網頁上有很多 clickstream click的按鍵 那這些按鍵 如果你的網站是非常非常的受歡迎 然後有很多人在瀏覽的話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要處理這些 clickstream 其實會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它可能會造成非常大的 IO 那你會有需要寫非常多的 server 來處理這些事情 那在它所使用的架構裡面 它就是用 data flow 來處理這個大資料的一個處理的動作 那第一個它就是透過它的系統 把所有的 clickstream 的事件 把它存到 Cloud Storage 裡面 那所以它這邊會有一個 landing zone 它把所有的 data 先傳到這個 landing zone 的地方 那它再透過 data flow 來抓這個 landing zone 的資料 那這個裡面就包含說 OK 我直接用 data flow 去讀這個 GCS 的 file 然後做一些 spliting 把我的 data做 formating spliting 這樣的動作 那最後這個資料 再存回 GCS 因為它認為這個資料 它目前還沒有需要這麼大量的使用 那當它用的時候 它再把這個 loading zone 就是 存回去的時候 是一個 loading zone 的一個位置 那它再把 loading zone 的資料 讀出來 放到 BigQuery 裡面 那透過這樣一個流程 它就可以把資料做一個很簡單的規劃 那最後它就可以回饋它的 marketing 做一些 marketing 的使用這樣子 OK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案例 另外有一個就是 Salesforce Salesforce 也有用 data flow 來做一些簡單的應用 那它的概念也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Google 有一個叫 double click 的 AD 的服務 那透過這邊的資料 其實那個資料也蠻龐大的 那透過這個資料 它可以把它匯出成 CSV 的檔案 那這個 CSV 呢 再透過 data flow 的 p-collation 就是它直接讀進來之後 Tex-IO 讀進來之後 那透過 p-collation 跟 transform 的方式 讀完之後呢 再存回它的 cloud 裡面去 然後它背後是透過 BigQuery 跟 Tableau 這樣的一個服務 來做一個呈現的動作 那這個簡單的流程 就可以讓它回饋給 Salesforce 的使用者 然後做一些資料呈現的一個圖形這樣子 OK OK 這也是一個使用 Tableau 的範例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網站 OK 這是 Datatonic 所瀏覽的 它是在 200 天左右的一個時間範圍之內 收集到了 260 個 million 左右的資料 那這樣的資料呢 它要把它用 location 跟 date 來做一個切割的動作 那切割完之後再把這個資料放到它的 database 裡面去 讓它可以後續的做處理的動作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我們想像說這個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那我們處理就會非常的需要很多的資源 那我們如果透過 Dataflow 的話 那這個是它所使用的一個 flow OK 它就是 read 這個 tweet 之後 然後透過這個 collection 去做平行化的處理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做 group 起來 然後再存到它後面的 database 那 UI 的部分就是搭配 Tableau 它是一個還蠻 powerful 的一個呈現工具 那 Tableau 有一個很大的限制就是 它必須要限制在資料量 在它的一台機器的處理範圍之內 所以一台機器可以有多大 可能 maybe 64GB, 128GB 那如果你的資料量大過這個資料 它就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當你收260萬筆資料進來的時候 你就需要做一些比較結構化的一個整理的動作 那在 Web Tableau 那這邊就可以做 後續更多的資料庫呈現的一個流程 那這邊是 Tableau 所呈現出來的一個圖形 OK 好 所以簡單的歸納一下說 在 Cloud Dataflow 上面 我們可以得到什麼樣子 就是可以有什麼樣子的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它用 一個 Google Management 的概念 讓你在未來處理資料的時候 並不用去擔心說 你要先架這個 Server 然後這個是一個門檻 很大的門檻 那你要怎麼樣整理資料 整理完之後呢 Output 出去 你可能整理完沒有整理得很好 Output 出去又很大 那這個時候你又要再整理一遍 這整個流程 或者是你最後處理整理完的資料 怎麼樣存到你可以讀的一個地方 OK 那你整個開發上面 你只要 Focus 在中間 你怎麼去寫這個資料 Formating 跟讀取的這樣子的概念就可以了 OK 那所以它有一個批次跟 Streaming 的方式 可以讓你去處理整個資料 那它大幅的降低你做 這個 Server Class Team 的這樣的 Cost 因為我們知道說 Google 在 Computing 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就是它的所有運算量的計算 是以分鐘計費 OK 所以剛剛你看到這些機器起來之後 那在一定的時間內 它最小的 Limit 是十分鐘 所以十分鐘之內如果 Close 它就算十分鐘的價格 它不會算一個小時的價格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很多這樣的 Task 在做一段時間一段時間的處理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非常非常的省錢 OK 然後它可以減少整個 Job 處理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它用平行化的概念 它會去計算你這個 Job 的複雜度 然後起勾度的機器來做運算 OK 那它也是一個 Open Source 的 SDK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覺得它寫得不夠好 或者是你在 Input 在其他地方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 Open Source 來做一些應用 OK 那這個是整個概念上 就是 如果你在處理一個大資料 你要花很多時間在 Programming 然後做一些 Resource 的 就是 可能 Research 或者是做一些 Provision 的動作 等等的 你需要花很多很多不同類型的一個 研究跟處理的時間 那如果你用 Data Flow 其實你只要 Focus 因為 Google 就是認為 Programming 就是要 Focus 你不要去管架構 不要去管設備 管網路 那你只要 Focus 在你 Data 的處理 OK 那你就可以有更多更多的應用 那 Programming 你剛剛看到的 就是只要 Peacolation 然後讀進來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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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OK 所以 Programming 其實佔到你非常非常小的時間 那更多的時間要幹嘛呢 除了喝咖啡之外 你們還是要想一下 怎麼樣把這些 Data 跟你的商業行為 做一些應用 做一些更有效的處理這樣子 OK 所以我總結一下 我們這個 Data Flow 帶給你什麼好處 它其實就是幫你把這些離散麻煩的資料 做比較簡單化的一個處理 跟讓你可以比較好整理成你要呈現的一個方式 OK 那有朋友跟我提到說 就是電信業有一個很大很大的資料 我之前帶過電信業 它有個東西叫做 CDR 那 CDR 它就是 Call Detail Raker 就是你打電話的時候 每個電話都會有一些 Raker 那現在大家可能比較少打電話 現在都是用 Talk OK 那在前幾年用 CDR 的 就是用電話的那個時代 CDR 是很龐大的量 你可能一天大概就有將近一梯左右的 CDR 一家小電信用師 不用大電信用師 就是這樣的資料量 那 CDR 其實就蠻適合在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為它也是一個離散的資料 而且這個資料是 Binary 你需要透過 它是文字形式的 Binary 你需要透過一些方式做 Decode 那才能夠變成你可以看到的資料 那這些動作就蠻適合 用像 Data Flow 這樣的工具 或者是 Hadoop 如果你把 Hadoop 弄得夠好也可以 類似這樣去處理 那另外 ETL 當然就是 因為它中間有一些 Transformation 的一些動作 那如果你有一些 ETL 的需求 Transformation 的這樣的需求的話 那 Data Flow 可以幫你做這些資料的整理 OK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聽過這些東西之後 可以去玩一下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 Sample 那這個 Sample 其實你可以體會到說 它讓整個資料處理變得還蠻簡單的 所以你可以放一下一些你看過的小說 去做一下 WorkCount OK 那 Anyway 這個只是帶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Dia Flow 這個工具 那讓大家知道說 Google 其實在這個部分 它開始 Release 很多的它的一些 一直在用的工具 其實 Google 就一直在進步 我們也知道說它 Release 了很多東西 然後造成大家很多困擾 譬如說 Hadoop 等等的 OK Anyway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 Data Flow 那希望大家在這個之後 可以更認識 Google 在大資料處理上面的一些應用 OK 謝謝大家 因為我比較快把它講完了 所以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的呢 如果沒有 有嗎 如果要問什麼繼續必須什麼參加 其實就參考我們的網站就好了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把剩下的時間就交給主辦單位 OK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